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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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是义 大家好,阿弥陀佛 各位我们今天就是可以看第185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第181页 这里有一段文他讲说 今日到场同月大众以发菩提心境 以发大愿境次应发回向心 所以就是发了大愿之后要发回向心 各位回向心就是什么样一种心呢 各位回向心 发愿 愿是我们要去行持的 OK 我们要现实要去行持 我今天发愿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 我希望我生生世世 能够就是不理我的菩提心不断 所以我发愿我愿我生生世世 菩提心能够相去不断 再再处处 我的菩提心能够不断 然后我再发愿我生生世世 就是我能够就是都有这种因缘 这层顶礼 四方常住三宝 然后我在发愿生生世世 不理佛宝 不理法宝 不理生宝 有这样的因缘 就是这样子去供养 当我们这样子发愿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过 嗯 发起这种愿行嘛 不是光发 发是为了要做 所以我就是像给我自己的功课这样 我发愿我这一本粮黄宝餐 我在今年里面我要送多少遍 拜多少遍这样子 你可以拿回去当你的功课这样 你就平常这样子 有空你就拜嘛 看你要拜多少拜 然后再来呢 你要还要发愿 我愿我在拜这个粮黄宝餐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什么 与佛法身三宝 然后就是信心不退 你也可以发这个愿 所以我就是说 我送这个 我在这一年当中 我要送粮黄宝餐多少遍 两遍 三遍 然后送这三遍下来 我愿我 我希望我在 我这个送死的过程当中 我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心 能够培养起来 然后呢 这个 这是我要进行的功课 我这一年当中 我在我这一年当中 我必须 我必须去成就的一份功德 这是我发的愿 所以或者说 我就发愿说 我在这一生当经 我在三年之内 我就必须要达到 我就要做到 对佛法身三宝 信心 就是清净 没有疑虑 好 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要做到上述这几点 那你该怎么用功 我透过 我透过对粮黄宝餐的修学 我深入去研究 我自诚恳切的七礼拜 能吗 能的 你就定下 作为你这一年的功课 这一年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专门就做这一件事 这几件事情 我就把它给做完这样子 所以当我立下这种心 发下这种 发菩提心嘛 我的菩提心总要有功课去交代吧 所以我就做了 我发心要成就这三种功课 所以我就自诚恳切的 在这一年当中 我所定下的这个时间表当中 我就一步一步去实践 把这功课规划好 不必要的事情放开 为了要就是如期的 就是达到我的功课 完成我的功课 达到我的理想 所以呢 我在今年里面 我会立下这三个大愿 那我就去进行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实质的去学习进行 实际学习进行 到最后 这终于这一年过完了 这两年 这一年过完了 那我的羊黄宝灿 终于来到这个时候 功德圆满 我终于把它给三遍 拜完了 OK 理完了 三遍 然后或者说 我从这三遍 理完之后 我对佛法伸三宝信念 有没有增长 有没有不退 确实是有增长 为什么 我在这当中 这里面所讲的 的义理 我一一的都有去学 一一的都有去了解 治理行间 我不会的 我真的有去查询 我有去询问 我有去请欲三知识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真正的明白 这当中的这些义理 我也在现实生活当中 而参照这里所讲的这些义理 去针对我的烦恼习气 我做了许许多多的改善和进步 所以从中我真实的 获得了这种利益 所以这三遍读下来 这一年下来 我对佛法伸三宝信心 到目前为止 很难有人 让我对佛法伸三宝 申起怀疑 为什么 我对业力因果 通通了解 我对诸佛的功德 通通了解 然后 我对 我们讲说 我对文师修界定会 我对 我们讲说 信节行政 这当中的这些次第 这当中的这些意义 有多重大 我通通感受到了 我通通就是 我通通如实的去体会和做到了 所以啊 通过这样子的修学 我这三年下来 到最后 三年 就是一年下来 三变的这个良黄宝藏 我都做到了 这下 我就可以回向 回向是什么 哎呀 我将我所受持的这些功德回向 希望什么 希望借着下来的因缘当中 以这个因缘去作为我 借着下来的学习 我借着下来 我立定的一个方向和学习的内容的一个阶梯 所以回向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自成恳切 我发心发大愿行持 然后我现在我正在做 我就一一的在这个过做的过程当中 满愿的过程当中 我把这些愿一一满了 再满了之后 有没有功德 各位我们又要再理解一下 那什么是功德 我在这三遍的良黄宝餐的修学 在这一份功课 在这个愿行的秀持当中 我真真如如实实的深入去了解学习 我也真的自成恳切的功经礼拜 在这过程当中 我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慈悲 佛菩萨的功德 佛菩萨的清净 OK 那我内心也对佛菩萨的功德 清净和智慧 我也生起了自成恳切的一种依归的心 OK 那我在这些义礼当中 这些因果 这些业礼当中 我也这样子学习 所以我的知见 我的人生观 也正确过来了 我了解人生 无非就是阅历的惆悵 在因缘的生灭当中 无非都是阅历的惆悵 我真正的 明明白白的感受到这一切 所以我对于人生 我不再迷茫 我对于人生 我意发的清楚 所以当我来到这里 这里的时候 我对佛法再也没有 没有什么疑问可寻 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能够从我对业历的了解 我能够一一的看透 所以各位 佛法的修学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菩提心发愿 在发愿当中 如实的这种修学 依法的这样子修学 那修学当中 如理如法的受持 从受持当中 我们讲说 如实如实的肯定 如实如实的照见 如实如实的明了 所以这个时候 内心当中 对佛 对于法 对于身 对于正法 然后我内心 我的内心的那种善根惠命 OK 它是 我们讲说 那个善根是牢牢 是实实的 是深入的 那个惠命是敏锐的 是坚定的 是不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各位 我们就有实实在在的功德可回向 所以功德回向 我们讲说 回向什么 我有了这份智慧 我有了这份能力 那我就是应该发心发愿 将这份心愿回向 这份心愿回向 回向是什么 各位 其实我们前面讲 回向又是大愿 我就发更大的愿 我再发更大的愿 然后呢 继续我的愿心 发回向心 回向 回向什么 愿我这份功德 能够往胜西方极乐世界 愿我这份功德 能够什么 恕不得不退转 恕正无声法人 恕不退转 然后福报善根因缘 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好 我就发心将回向 愿我的这份功德 能令一切众生 菩提心 皆发菩提心 皆共成佛道 好 当我发完这份心的时候 嗯 好 我现在有具备的这份功德 我想说 接下来 我想用我这份实力 用我这份学习上 所得来的智慧和程度 我怎么样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 诶 我接下来 我要什么 诶 我要回向 我要用我这份功德 作为我修持 此生命中 就肯定决定往胜西方极乐世界的质量 可以吗 可以啊 为什么 你看啊 各位 我今生 现在我发愿之后 我这一些愿 一个一个愿 这样子成就 一个一个月这样子完成的时候 各位我内心当中 我对佛法生三宝 既然信心能够成就了 各位 我没有疑虑了 接着下来 我对于念佛也好 各位我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件事情也好 信心会不会更强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发愿 我要秉承这一份功德 然后 就是 命中往胜西方极乐世界 上品上身 可以吗 可以 为什么 我知道 现在要往胜西方极乐世界 修什么方法 依什么方法 可以决定往生 而且是决定上品上身 该怎么修 我从这个实实在在的修学当中 我看到 我明白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功德 什么利益 我知道 我知道怎么修行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怎么圆满我的菩提心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更确定 而且 我透过悦立英国的明了 透过对佛法生三宝的一种净性 我其实 我会更加的肯定 佛法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所以在这个修持当中 在这个修持当中 我对我所念的每一句佛号 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中的这些道理 其实我不会有丝毫的怀疑的 我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所以我这一念佛 我这每一念佛都 我们讲说包含着满满的信 满满的愿 而且实实在在的行 因为我已经在做 我已经做得到了 我知道依着这个方法 这样子修这样子学 这样子念佛这样子回向心 以这个作为我的导向 借着下来的一个愿景的修学的话 我知道这个决定可以 乃至我透过这样的学习 通达之后 我对佛法生三宝 对业力因果 乃至于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愿心 我都明白清楚之后 我当然有这个能力 去做教学想长 吸令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 要怎么吸令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 各位弘法立生 不论出家不论在家 一样可以 各位哪怕我们讲说 出家中弘法立生 那是必然的责任 那在家居士呢 有人讲说在家居士不能弘法 各位没有这回事 在家居士只要正知正见的 各位如果我们真想弘法立生教学想长的话 发菩提心发愿 然后呢实实在在的真的下功夫去学 真的依止善知识去学 让我们的身心自见 真的如实的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子建立起来 然后端端正正清清静静的 所以那个行持呢 日常的行持 各位一个 我们讲说我如果希望一切众生 皆发菩提心皆共成佛道 那我就必须要去学 我本身在这方面 我必须要发菩提心 我必须要 就是我们讲说 诶 入佛的智慧 所以啊 文师修界灵慧 自己本身的修学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认真 如实的修学 再透过经典如实的听闻 再透过戒法的如法如律的受词 再加上禅定的深入 误入 各位 我们才能够成为 就是能够令众 我们说法的过程 我们说法 才能够令众生 皆共如佛道 所以这一点啊 能够发这样的心 那是最好 那是最好 所以当我们能够发起这种心的时候啊 就我们讲说 那就是真的就是要发心去受词了 下来在第183页 他有讲到说 幼父归依如是十方尽兮功戒 一切三宝 愿以慈心献为我正 众等愿过去 愿过去 以起一切善业 现前所起一切善业 乃至未来当起一切善业 若多若少若轻若重 皆细回师四方四身六道一切众生 令诸众生皆得道心 不向二称不向三有 共回向无上菩提 愿一切众生所起善业 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 各个回师不同 不向二称不向三有 同共回向无上菩提 这句话各位 这里他讲说 就希望就是 我自我归依十方尽虚空戒 一切三宝以来 我发起这种愿心 菩提心 愿心 我这样子学习 这样子修 一路一路以来的这种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菩提心 这种愿心 我一路以来我真的是这样 兴兴业业的 认认真真的 我就是这样子学 从这过程当中 我的学习 我的实践 我对我所发的愿 我都一一的圆满 一一的完成 各位 当我所发的这些愿 一一的这样子修持 所得功德 愿将我所得的这些功德 完全怎么样呢 各位 以慈悲心回向一切众生 我过去 现在乃至未来 我也会这样子 所以这里 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定下 下了这个决定心 以此为我的正道 发菩提心之后 我知道方向在哪里 人生的正道究竟在哪里 然后呢 我发起我的愿心 我一次一次的愿行 我这样子一次一次的发愿 我一次一次的去圆满成就它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将我的愿行 圆满成就之后 我将我的心愿 再扩大广大 将我所修的一切功德 一切功德 过去现在未来的 我的这些真实修行的这些 美妙的功德 我细节回向给一切众生 然后希望一切众生 四身六道一切众生 一个都不落下 揭发道心 OK 然后不单止揭发 像这样子的一个圆满 无上的菩提心 然后我们也发愿 我一切众生 揭得道心 不像二称 不像三友 同共回向无上菩提 什么意思呢各位 各位 如果我们讲说 我们的修学 我们修学是 就是回向二称 什么是二称 身文跟言诀 各位 在佛地址当中 就是我们讲四身法界当中 就是佛以下就是菩萨 菩萨以下就是圆诀 圆诀以下就是身文 身文跟圆诀 就是阿罗汉跟必知佛 他们在他们的修学的心性当中 他们习惯性的 他就倾向于什么 倾向于就是自己 就是迅速的脱离三界的痛苦 然后再也不要受这种苦 这以这个导致到他们这种意愿 潜伏在他们内心很强烈的这种意愿 导致到他就是发心 同样依止佛法修学 各位即便依止大乘佛法 我们将发起这种心 这样子修学的话 只是顾着自己 要赶紧处离生死 不要在世间受这种苦 然后一旦出去 我不想再来 各位 他一旦发起这种心 即便修大乘佛法的 也还是二称人 所以说明了什么 我们讲说佛法没有大小乘 发心有大小乘 这一点呢 各位我们认清楚认明白之后 在整个佛法修学当中 我们就知道了 没有 我们就对于佛法 我们就自成功敬了 为什么 因为这当中我们就不会再说 这是大乘法 那是小乘法 各位只有大乘心或小乘心 没有大乘法或是小乘法 这一点各位 必须明白 所以各位 OK 我们现在希望说什么 我将我修的一切 所修的一切善法功德 作为我的资粮 作为我回向另一切众生 然后皆共成佛道 不入二称 OK 乃至不需求世间 就是我们讲说世间有肉的这些真上福乐 这些我们都不希望一切众生回向这里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跟我们一样 意识到佛法在世间的殊胜究竟和圆满 OK 更看见世间的有肉 更看见二称的不圆满 所以呢 就我希望说一切众生 我将我所有的功德 就是生生世世发愿 希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细节如此 不落二称心 所以为了要不让一切众生落落二称心 所以我必须 我必须要让一切众生明了 我们讲说发大心的重要 发菩提心的重要 乃至在修学当中 不能够就是不应该 以广大的功德去唤起世间有肉的福报 再来呢 更不愿意 就是更不愿意去将 我们讲究竟圆满的这种福德 善根回向到什么 回向到二称的那种治疗 因为什么 这个很可惜啊 有这种心有这种程度 为什么不要让它圆满呢 已经有这种心 已经有这种能力了 我们讲说在学不难啊 那为什么就是要 就是要贪婪一时的这种安乐 不圆满的安乐 导致到自己错失了 究竟圆满成就无上菩提的因缘呢 所以啊各位 这种 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 我们很怕的 染上了世俗的乐 又或者呢 只顾着自己解脱 各位为什么 这讲到这里来啊 各位你看我们现实当中 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不论在家出家 不论所谓的是修南传的 藏传的或者是汉传的 各位这当中我们有许多人修行 他不愿意发心的 更不愿意发愿的 当然也发心也发愿啊 他的发心发愿一定是 跟个人的成就有关系的 然后他不太会去 顾及到佛法能不能够救世间 那佛法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那么多的人需要 他没有想着要发心去 教学向掌去弘扬 去做这些弘扬佛法 利乐众生的这种事业 他不发心 这也许是我们讲说 也许是数世以来的一些习气吧 但是呢各位 总而言之 在佛法的修学上来讲 我们讲说愿断一切善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嘛 所以这当中我们的发心一定是究竟的 我们的修学也是向于究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在这种意念底下 当我们发起一种心就是 就学了说 我自己能够解脱就够了啦 或者说我只要真上福乐 这一生过得好一点就够了啦 各位当我们发起这种心的时候 以这种心来作为修学佛法的一种 信念和方向的时候 各位这就很大的问题了 那我们会错失一切殊胜的因缘 我们会错失成就无上普丽善根 刚才我们讲过各位 今生能够遇佛法 能够遇佛法有这种善根能够信受 有这种善根能够信受 而又能够发心去 我们讲说教学的话 各位这种程度何等的稀有啊 这种善根何等的稀有啊 当我们把这种善根在这一生当中 因为错误的发心 而耽误了我们的那个就是 究竟圆满的菩提的话 就耽误了我们 向于究竟圆满的修学的话 这是何等的可惜 为什么?人生难得 再说哦你说人生难得 没关系哦 既然福报很多寿命很长 但是因为发心没有嘛 然后这因缘一错过 你要再回头更难 所以哦各位 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必须 非常非常清楚的 OK 所以 下面再谈说 今日到场同业大众 向于发菩提心静 发大誓愿静 发回向心静 广大如法性 究竟如虚空 去来现在一切诸佛 诸大菩萨 就是一切贤圣皆为证明 所以哦 现在我们的发心哦 哦我的发心 为什么要佛菩萨来帮我证明啊 我今天我在 我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 啊 就是我 我就是所发的这些菩提心啊 发大誓愿 回向心啊 然后这些心愿 我发的这些心愿 广大如法性 什么是法性?虚空 虚空就是法性 虚空是法界 法界就是法性 法性就是心 哦 所以哦 虚空他用法性 其实就法界嘛 虚空嘛 他用这个来比喻 我的心的广大 所以虚空无边际 法性 乃至法性是什么 离一切相及一切相 OK 法性不生不灭 法性及而常造 造而常及呢 说穿了 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心来的 但这些反复心 因为直取眼前的一切事物 尤其这个自我这身 色身的话 所以啊我们很难去体见 放不了这种直 这种念 这种迷惑 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 就是心即是法界 心即是法性 法性即是法界 法界其实是什么 我们讲说 哎 还是 就是缘起 所以啊各位 这些啊 这些道理 各位 我们 要去明白了 要不然的话 各位 佛法修学走到后来 你不知道 那是什么 原来我们走了一个大圈 我们走了一个大圈 哦这样子学这样子学 哦认识法 实法界 实法界 然后再来认识什么 什么是缘起 什么是法性 然后到最后 还是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哦 原来就这一念心 所以啊为了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念心 心它的无量无边 哦 所以为什么心会无量无边 因为心不染灼的话 它就是无量无边的 一旦染灼就是有量有边 哦 所以这些道理 各位明白之后 哎我今天我的法性是什么 我的法性要很广大 为什么法性要很广大 让我的这个心 让我的这个心 透过这个法性 然后去感受去体现 哦原来我的心可以 就是等同虚空 心等同法界 然后 那法界 虚空 然后心 那是什么 法性那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 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 那就是什么 就是 饥饿常灶 灶耳常急 它没有设限 它没有局限 离一切相 急一切相 当我能够这样子发愿的时候 诶 我的发愿尽量广大 尽量扩大 尽量扩大 扩大到 近虚空变法界 无一些处 无一时 无一处 无一念 不住这个法性的话 诶 无一念不等同这虚空 无一念不等同这个法性的话 各位我们就知道 原来法性就是心 因为心 可以来到这个程度上 无有边际 千尘不染 那具足一切妙用 所以回向 回向到虚空法界去 要像虚空法界那么大 不是说 心要很大很大而已 而且 心要广大无边 要怎么广大无边 随顺因缘 尊重一切因缘 能够随一切因缘 那心就没有直取 就没有挂碍 心没有挂碍 当然就可以等虚空法界了 所以 这 谈到这个回向发行的时候 原来他一直在导引我们 导引我们 通过这些 这些 善的法 善的愿行 佛法生三宝的依规 善根会命的显发 然后最后烦恼的 彻彻底底的降伏 然后心变满法界虚空的时候 让你体会到 原来清净心中 既是法界 这一念心既是法界 所以 当然这道理会有点深 但是 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解说 大家能够去 从自己修学知道说 原来佛法就是要导 导引了那么一个大圈子 就是要让你去体会到你的心 所以发心要广大如虚空 但是 各位那个 佛经也不是讲吗 若能预了之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照 那法界性既然一切为心照 那性就是法界了 法界就是心了 所以啊 各位从这道理 我们应该这样子去明白 我们要知道佛陀的用心 说了这么一堆的佛法 带我们游了 啊 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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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走走到后来 闹回出来 哦 原来是这里是吗 原来本来就我这里是吗 原来本来就我家是吗 所以心本来 我这个心 这个心就是法界 这个心清净出 诸佛的那种觉悟 那种清净心 我们也有 我们也是 只是我们今天被烦恼 执念所盖 所以呢 心没有办法 就是这种清净的妙心 它显不出来 所以必须通过佛法的修学 把烦恼 通过 通过皈依三宝 发大心 发大愿 忏悔 然后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子 把烦恼都丢进了 才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才知道 哦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到这里的时候 对一切法就平等觉悟了 好 各位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细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同生其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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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